各位聽眾大家好 我是英語權威消化評 學英文學了這麼久 還是一句都用不上嗎 我鄭重向您推薦 青春藤解析英語 讓我們來聽聽見證怎麼說 自從我聽了青春藤解析英語 我考試都考一百分喔 大家都問我是怎麼做到的 我只能說七個字 青春藤解析英語 青春藤解析英語 我是英語權威消化評 我是見證人小布 那我們來教英文啦 劇本其實我們已經寫好很久了 但是上次因為我們要跨年的時候 本來是要錄音的 但是小布就表現出一種職業倦怠 誇張到我跟各位王小姐講一下 小布一來我請他玩動物森遊會 他玩一玩 他就睡著 他就睡在那個沙發上 然後就看到傻眼你知道嗎 然後 這怎麼了 我想說為什麼突然他就不動 他那個島上 本來還很快樂在逛博物館 然後就 欸拜託你知道博物館那一段 我是搶打的精神在逛嗎 我已經快要直接關機了好不好 我好累喔 我不知道為什麼欸 而且可能是你沙發太舒服了還怎樣 我真的覺得我去那邊我就快睡著了 我一轉頭過去就看到有一個人 已經在渡估 好像是一個中年男子的一個狀態 不是你不應該一開始介紹我玩那個森遊會的 喔怎麼說呢 你看我們後來不是你就介紹我玩無雙啊 喔無雙就打起精神了是不是 整個人就醒來啦 然後另外最後一個那個格鬥競技的那個也精神就變好了 有沒有 千錯萬錯都是動物森遊會的錯 沒錯 喔那你確是一個很很適合睡前玩的遊戲 我通常在睡前的時候玩它就很好睡這樣 對嘛你自己看就很太peaceful 然後也沒有要幹嘛 就對啊就很容易就入睡了這樣 好所以我想剛剛那應該算是一個初老的很明顯的行徑吧 講到初老這件事情 馬上一件初老事情顯示是什麼呢 全球的王小姐都見證到了這一幕 怎樣吧 如果你有聽上一集的話 跟王小姐談心 小布你在發生什麼事情了嗎 就是我們那個心理測驗重複了嗎 對 然後我們兩個還聊得好像從來沒看過一樣 欸這我覺得不能怪我們吧 因為這他講的集數也蠻前面的啊 誰會記得啊 這麼多年欸 我們聽眾們都記得啊 特別我們熟悉這個節目欸 他剛好聽到那一集吧 我不相信他真的記得 沒有沒有我覺得他們都比我們厲害 人家沒有初老啊 這兩年前的心理測驗這樣 嗯一不小心重複了呢 那我們就來先教一下今天的第一個單字 好 見證人現在幫我們唸一下這個單字 怎麼唸呢 Stan Stan這個字的意思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我們中文講的鐵粉的意思 Stan這個字 好鐵粉就是非常非常忠實的擁護者這樣子啦 好永遠都在你後面支持你的這個人 就叫做是Stan好 狀況劇好 狀況劇呢 剛才一樣在我們在開錄之前 因為剛剛說是這個一個月前寫的嘛 我們也忘記我們其中有唱歌的橋段 我們兩個幾乎是要想不起來到底有沒有要唱哪一首歌 有啦 後來我看到我就想起來了好不好 好 看來小布搬回一城 我們好好期待小布等一下大展他的歌喉 就是我當Jessica對不對 對的 我是Mandy 狀況劇 這個Stan 這個鐵粉到底誰是誰的鐵粉咯 我們的第一間段的狀況劇 《森林之王》第三季即將上線 除了導師是奇葩臉哈琳 和新手媽佳瑩之外 參賽者也是臥虎藏龍 都希望能夠成為這個節目第一個紅的歌手 Mandy啊 這個選壽節目嗎 我也是參加過的啦 像是沒有錄取我 就因此做不下去的超級魔王大道 那個時候我模仿的鳥叫 沒有獲得評審青睞 就知道這個節目的水平僅止於此 Well, I think you're the best 只有你覺得沒有用啦 要評審覺得才行呀 這一次我 Jessica 又在這個舞台上光芒四射 讓大家看看 什麼是真正的靈魂歌手 I never knew you're a singer 姐可是演歌雙七呢 只是現在的華語樂壇啊 真正有實力的 像我 可能比較不受待見 我可不想天天學狗叫 又熱愛三百六十五度 But, but I love those songs 能否愛都的笑容 都為你的天 八月正午的陽光 都美你耀眼 熱了一百零五度的你 滴滴清晨的枕流水 所以你該死啦,水 就是因為有你們這種人 才讓華語歌壇墮落至此 所以現在就是主來了 Who? 還能是誰啊? 曼妙的身材 動感的舞蹈 動人的歌聲 還能有誰啊? Elva? Elva忙著尋找她的新戀情 沒空拯救華語歌壇 So Jelene 她喔 是沒錯啦 但我想說的是我 Oh What a surprise This name never crossed my mind before 就是主就是這樣的 平常可能不太奇艷 但是一站上舞台 世人就明白了 我就是唯一 Baby Baby 你就是我的唯一 Vivian已經是人氣 雷聲直吹衝擊 好 我們制霸舞台第一步 先打聽評審喜好 頭起所好就能一路過關斬將 Mandy 快幫我收集情資 OK Harlem U 171cm 63kg Blob type O Leo 獅子座O型嗎? 我先跟他合一下星盤呢 我們都是火象星座 需要注意人際關係的處理 新日色是紫色 Oh And his wife is a news anchor 好 還有用的情報 主播啊 愛上女主播 原來哈琳也像網韓劇幫的戀情 那我懂了 Now It's LaLa Xu 156cm 45kg Born and raised in Huanglian Huanglian啊 好山 好水 還有呢 還有呢 Hey I see this in her profile Aesthetic style Beast Romantic Street style Vintage style 徐佳瑩 野獸風 嗯 畫風不搭吧 第二步 看一下節目製作人是誰 導師啊 常常是逢場作戲啦 真正走得長遠的關鍵 是製作人 昇靈之王三 製作人 王偉忠 嗯 我明白了 So Are we ready? 還沒還沒 我們要專研所有選秀節目的劇本 從現在開始 我們就在這個小房間 看完超級星光大道全部的集數 啊 還要再看中國好聲音 這樣就萬無一失了 You're so clever Jessica I think I've learned a lot from those episodes I think we're ready Go Jessica Go fly I'll always be your stan OK 好 所以這個是第一階段的狀況劇囉 昇靈之王的第三季 要上線了 已經上線了對不對 好 所以 小布應該 小布有在關注嗎 當然沒有啊 我很認真在看喔 不過不得不說 我個人覺得齁 因為他們不是那個 都要是那個哈琳跟拉拉在選嗎 對啊對啊 然後我每一次他們要批虧二選一選擇的時候 我選的人都跟徐佳穎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那很好啊 表示我跟徐佳穎的那個八字 八字 我還以為說你跟他level是一樣的 對啦就是不同業界的歌后嘛這樣子 這一次呢 所以Jessica就先回憶了她參加這個選球比賽的過往的一個戰功吧 對 但是戰功的部分好像是零 對 因為她之前參加是哪個節目呢 超級魔王大道 等一下小朋友應該沒有聽過這個節目吧 嗯 這個節目講講看也是蠻離奇的喔 對 只做了一下就撐不下去的一個節目 大家還記得這個節目的主持人是誰嗎 我知道我知道 不是歐漢森嗎 歐漢森跟誰 跟陳漢典啊 跟陳漢典不是喔 No no 那是跟誰 那是跟誰 對啊 有一個花瓶的角色 有花瓶 誰啊 莎莎喔 對 沒有想到花瓶你還第一次想到她 莎莎第一次很開心吧 沒有 你講到花瓶我就想到好像有莎莎 她也不會模仿 為什麼她會去主持啊 可能缺錢吧 你也講得太實在了一點吧 好 所以講到這個 好不容易 魔王大道你硬要把露露存在裡面的話 至少還有出一個那個露露嘛對不對 對 其他人我們就不一一系數了 總之這個節目的水平 僅止於此 你看看 這是Jessica講的不是我講的 這個Jessica 這次要以森林之王 重回她的這個選秀天后的地位 這樣子 唉 想說華語彈的救世主 要她來當了 為什麼呢 對 像華語彈出了什麼毛病呢 小布 這也是Jessica說的不是我說的唷 她是覺得真正有實力的 都比較不受待見 嗯 像最紅的歌曲 有沒有之前 前年學了狗叫之後 現在就什麼對不對 熱愛365度 這些都是我們很熟悉的曲目這樣子 我覺得這根本就講出秀阿比的信聲好不好 不過剛才Mandy一展她的歌 算是非常的甜美 應該這個抖音界又生成一席之味了吧我想 一席之味 真的嗎 我超想進軍抖音的耶 還是妳就進軍抖音紅了之後 我們這個節目就有可能紅了 對啊就是這樣啊 妳趕快當那個前鋒 我去幫妳找那個可以那個 deepfake啦 然後可以幹嘛啦 就把正妹的那個啊換臉啊 喔 那沒有意義啊 就不會紅吧 現在正的妹那麼多 蛤 對啊 妳要有特色妳懂不懂 不是啊就是正妹 妳就剛好這個人又很有特色啊 妳不是無聊的正妹啊 就是妳換臉之後就會是有趣的正妹 換臉之後就有趣的正妹 謝謝妳齁 我還真是謝妳喔 妳有聽懂我的意思啊 真聰明 聰明又有趣的正妹 靠腰 好接下來 總之 Jessica聽到Mandy這樣唱歌唱一唱 心裡面只想罵髒話這樣子 是的 所以就是主終於來了 娜妙的身材動感的舞蹈 多人的歌聲 第一個想到的人選是誰呢 Elva 可是Elva對不對 對才剛剛揮別她的那個 在節目上放閃的小男友 對 不曉得最近她是不是有沒有新歡了這樣子 我相信 以Elva的業務能力 業務能力 這怎樣 她絕對是 第一把交椅 你是說 她掃新歡才是她的主要業務是嗎 這幾年的軌跡來看的確是啊 我們不能否認這件事情啊 好啦也是啦 她在掃掃鮮肉的這個段數 比她在華語樂壇當中的那個 手段高明很多 好優 我想她是不需要換美輪明紅的桌布 也可以找到桃花韻的 小朋友發了到這個東西嗎 是的 什麼啊 什麼桌布 美輪明紅的桌布啊 那什麼 我剛剛有看到垃圾文有發 但我沒有看懂在幹嘛耶 對啊 因為是拜犬先發的 拜犬發了一個什麼啊 拜犬發了一個 拜犬發了一個 喔 這個東西超遠的 從頭一一 威威到來 拜犬她就是一個很 怎麼講 新鮮色的一個 那個IG嘛 是 沒想到她有一天 她突然發了一個 算是比較 正常的 有人文素養的一個 限動嗎 要這樣講嗎 以人文素養開頭 但是是八卦的限動 她在講的是 三島遊記夫 哇 真假 然後呢 就是三島遊記夫 她的緋文 她那個時候深愛 美輪明紅 真的還假的啦 對 所以 她就是一直 想要追求她 這個情史的那個文章 就對了 喔 然後之後就 就有人看到 這個限動 然後就傳訊息 跟拜犬講說 你知道嗎 在日本有 這樣子一個都市傳說 就是 只要把桌布 換成美輪明紅的照片 美輪明紅 就是現在她是一個 比較走 跟美穿現衣類似吧 就是一個 比較走 紅餅藝人嗎 要這樣講嗎 就是 很 很 給我一個詞位 小布 我 我正在研究她的照片 我在想 我在想要形容一個 就是比較貼切的用語 但是 我看她的照片 我有點說不出話來 你要說她有點Drag Queen 又不是Drag Queen的感覺 不是這麼誇張的Drag Queen 就是一個 對 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喜歡穿 美魔女吧我想 美魔女 也是啦 也是啦 畢竟 她說她現在都這麼 大歲數的保養 這樣也是蠻厲害的啦 對對對 好 總之呢 你只要把桌布 換成 手機桌布 換成她的這個照片 就會獲得她的 庇佑 保佑 而且還分顏色 黃色是招財 黃色是戀愛運 對 我現在是沒有辦法 給小布看到我 換的那個桌布啦 我可是兩個都 都換了 都有 都換了是不是 對我兩個都有了 招財又招愛情 本來還想說 要不要follow這個潮流 因為想說 你要拿出這個手機 如果你要掃什麼 那個什麼接口啊 掃條嘛 感覺有點羞恥這樣 超級羞恥吧 很尷尬欸 後來看到 超多敗犬 俏徒他們 見證 神機見證 靠杯喔 真的假的啦 真的 他們說換了之後 馬上 Tender有人狂敲 馬上那個二同事都走了 然後馬上什麼 中了發票 中了最高獎 什麼之類就是各種 吃屎啊 什麼個人啊 神奇顯現 好好好 總是我們會回到這邊 所以這個 呃 為什麼講到美倫啊 呃 欸對啊 為什麼會講到她 是 是 是談到什麼 喔 蕭雅軒嘛 欸 她跟蕭雅軒有什麼關係 就說她不需要招桃花 喔對 她不需要招桃花 對啊 你今天到底躲牢了 哈哈 認真點 那有沒有那個 增強記憶的美倫 可以讓我換一下桌布 我覺得我現在很需要 她就講說 好 Alva不是啦 Alva不是這個就是主 好那接下來第二個人 人選是誰呢 Jolene Jolene的部分 麥美的身材 動感的舞蹈 動人的歌聲 看起來好像沒有什麼 值得否認的了 怎麼辦呢 是 Jessica只好 直接破梗了 這個人 不是Jolene就是我 不好意思 好 Mandy當然是表達她的一個 怎麼講呢 一種 驚訝之情吧我想 平常不起眼 一站上舞台 她 就是 唯一 Baby 這你後來加改的吧 我記得之前沒有 好不好 小布我真的要跟你講 怎樣 之前有 屁啦 怎麼可能 之前我們就唱了唯一 我們11月底 我們就唱了唯一 真的還假的 太可怕了吧 我們根本就神預言耶 真的還假的 一語成人 又加了一裝 太可怕了吧 真的還假的 我先跟大家分享 那個時候還沒有雷神之錘 還沒錘下去喔 根本什麼 什麼吉祥都沒有喔 對啊 完全沒有啊 她連離婚的事情 都還沒拿出來講耶 對 所以後來Mandy 本來接的歌詞是 好 她就想唱 你就是我的唯一 雲迪已經在老裡 回去但何容易 我們要 對喔 我們那時候講的是雲迪啦 喔 雲迪的事情 就還沒結束 現在已經 這個槌已經去到 對啊 哇賽 直接連發耶 哇 我們這個節目 我們一直說我們有這個 一語成誠的功力 對不對我們提到誰 誰就會上新聞 就是而且都負面的吧 都負面 不一定啦 沒有啦 請問我們有說過誰好話嗎 然後實現了嗎 有啊 我們說很想念那個徐懷玉啊 徐懷玉最後就付出啦 欸 我們很想念許傳美 許傳美也付出啊 我們很想念 想念軍教片 最後就新兵日記啊 欸 欸對 那個新兵日記那個也很厲害耶 那真的是我們才講 沒多久 他們就開始拍耶 對不對 哇我們只要講到什麼 什麼事情就出現這樣 我們簡直比小孩子還厲害耶 哈哈哈哈 對嘛 那什麼是podcast界的那個 神預言好不好 所以我的確要遵照我上一次的那個 生涯指導 我應該去當那個命理師就對了 嗯 鐵口直斷 對 巧步之士 你覺得雷神會不會再一錘 再錘下去呢 有第二季嗎 我覺得有點難耶 感覺價錢談好了耶 喔 嗯 我覺得可能性蠻低的 那這個相信是我們這個2021年 一個年末最大的一個 驚喜包吧我想 驚喜包啊 超可怕的好不好 謝謝雷神帶給我們這麼多的快樂 呵呵呵 我這十年來沒有感受到我人生 第一次有燃燒跟活著的感受 你超誇張 你說什麼你為了追他最新的update 你竟然都什麼凌晨三點才睡在那邊等 有沒有夠無聊 我睡不著啊 我已經躺在床上翻來 不過我覺得我就是睡不著 幹你屁事啊 我覺得他就是一個真實版的大女主劇啊 大女主劇 不是嗎你看看 可以算是耶 雷神這樣子萬丈高樓平地起 對 本來以為他就是一個gay的那個 怎麼樣 假期那個行期的幌子嘛 對 感覺就是收錢就會叮叮 從頭到尾都不會有聲音的那種人 是 沒想到 一出來驚天動地 對啊 就看到你知道懲罰渣男這種劇情 嗯 等一下你看得很過癮是不是 欸其實現在大女主劇也在懲罰渣男嗎 是不是沒有 我覺得這其實應該可以開一個 因為大女主劇 那樣子的誘惑那個路線的是嗎 之類的啊 或者之前 那個那個是誰啊 那個乾隆不是渣男嗎 那個什麼 如意傳 他沒有報仇嗎 可是如意的下場 就是沒有懲罰到他 他就很慘 對啊 他那不像大女主好不好 他根本就超失敗了好不好 對嘛 所以我們要看就是雷神這種嘛 有沒有 對 可以 直接劈下去 劈著他 不得好死這樣 你是怎樣啦 哈哈哈 心有氣氣焉喔 把我所有 對於男人的那個 恨 都投注在了雷神身上 到底是雷神被辜負了多少次啦 明明一次也沒有 對 帶入那個角色你知道嗎 角色 好啦 所以就我們就期待啦 之後還會有不同的就是 不同的瓜可以給大家吃啦 嗯嗯 好不一定雷神 我覺得雷神太辛苦了 我們 別人的瓜我們再吃一吃嘛 好不好 對啊 我覺得很期待 我期待 其實我蠻期待林俊傑的啊 喔 俊傑的瓜早就該爆啦 這個 對啊 都一直被沒有被爆出來 我覺得實在是太無聊了 對 好加油加油 大家 我們2022 開年第一瓜 新春第一瓜 我們期待喔 好接下來這個 Jessica就說啦 好要蒐集情資 是一個知己知彼 百戰百勝嘛對不對 對 對的 好所以我們當然要先知道 導師 他們頭其所好這樣子 所以導師的資料 來 小布告訴我們一下 就第一個 當然就是我們的 于晨慶導師咯 他身高171 體重63 O型血型獅子座 Jessica跟她的是火象星座 要注意人際關係的處理喔 這個部分我想 小布應該是身有同感 靠 畢竟她也是火象星座 哈哈 另外一個這個消息是她的 女主播老婆對不對 是的 愛上女主播 好這個兒子也生出來了 非常的甜蜜這樣子 好下一個是我們要得到我們的 啦啦徐佳穎了 好徐佳穎的部分呢 身高 156 體重 45 Are you sure 好來 我 你講大聲點了你 在地的花蓮 對 花蓮好女兒 對 花蓮讓我想到另外一位 花蓮讓我想到另外一位 你說剛付出的那一位嗎 是的 全都洗白 欸我超級不明白的欸 我不明白為什麼這樣可以洗白欸 我想說大家是沒有看過她表演過嗎 應該說她唱的部分就是她很奇怪副歌全部都不唱啊 我覺得就是因為我們太久沒有見到唱跳系的歌手了 今年Jolene又不在 喔 你說很少 很少現在還有唱跳的 對 大家跨年就想要看到一些熱鬧的場面你知道嗎 錯過僅存的 就塌了就對了 想要聽到啦啦在唱一些很悲傷的那種歌 失落沙舟 聽就很難過 我就覺得今年這年好過不了嘛 這的確也是事實啊 的確是事實啊 因為我在看羅志祥的時候 我也是在電視機前面 I 戰鬥 I I wanna know 你心不心 Oh my god 可是對啊 但我覺得沒有什麼好 而且說鄭重跨你的所好啦 啦啦的部分 花蓮人的部分 好山好水之後呢 莫名其妙 我這個特別解釋一下 這一段 讓我跟小布看的是 你還記得喔 雲裡物裡 不曉得怎麼回事呢 你還記得是在幹嘛喔 大家去查一下 徐佳瑩的百度百科 百度百科 那他百度百科 他上面寫了一個 我很不明白的 小布要不要講一下 就他說他的那個啊 就是他的美學的風格嘛 嗯 第一個是 野獸風 野獸風 啊 所以希望呢 啦啦anya聽到這一集 可以跟我們回應一下好嗎 在 Da 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妳穿大的野獸風 到底妳的定義是什麼 我們怎麼都沒有看到呢 嗯 希望加油啊 幾太新的一年 東西新的驚喜 導師 介紹完了 接下來的重點 其實JESSICA一語道破了 沒錯 選秀節目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要研究所有选秀节目的剧本咯 我们下一段千万不要走开 我们就要这个剧本大剖析了 我们已经看我们所有星光大道 超级有像中国好声音该看的都看了 我们感受到了 休息一下进广告吧 本节目由 以上热情的惠人王小姐们赞助播出 嗨 大家好 我是DJ欧马克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青春最欢乐的Podcast 消化饼和小布的青春爱消遣 这段有些老人奄奄一息 在我这里说那再也不敢 I'm waiting for a show that always make me smile The show I adore You're like my breakfast, like a cup of water, like oxygen 所以来 我们来接下来介绍下一个 我们要教的这个句子 它是什么呢 这其实也是我们现在口语常常讲的东西 这个句子 好 我们一起念一次 No cap No cap No cap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cap 应该是什么意思啊 你说cap不是那个帽子的意思吗 对啊 但是呢 这边no cap的cap 它的这个口语上的意思就是说 Lying啦 就是说谎的意思 所以no cap 意思就是不骗你 不盖你 的意思啦 是是是 No cap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第二段的状况剧 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好 参加 《森林之王》第三季的Jessica 已经胸有成竹了 我们来看一下 下面这个阶段的第二段的状况剧 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来 请进状况剧 到了海选会场 胸有成竹的Jessica和Mandy 知道要怎么样才能脱颖而出 你看看这些人哪 一脸紧张 一看就没有准备好 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而我准备好了 Mandy啊 可以拿出来了 I spent three months making this idol flag Please be careful 我来看看你上面写什么 农会之光 Jessica 赞赞赞 赞 跟我想的不太一样耶 所以是农会有赞助吗 Well That's actually from my dad who works in the farmers association You know recycling is good for the planet Fei wu li yong 热爱环保 Taiwan How dare you 这个人设好 Now the judges will know you already have a strong fan base Of course I'll keep you for the ratings 对对对 唱什么不重要啦 粉丝人数多才重要 还有我们之前研究过的那个选秀剧本啊 一开始 要 貌不起眼 以开口 惊为天人 最好 出声含为 曾经 误入歧途 现在 要用歌声 证明自己 白天送Uber Eats 晚上在西门町卖艺 希望 有一天 大家 能听到 我的声音 我是Jessica 一个热爱唱歌的 18岁少女 对 幻冒年龄也是一部分 And I'm her best friend Jessica is the most hardworking girl I've ever met In order to get money from her ex-husband She slapped herself to fake domestic violence And her husband is not even Johnny Depp 好 这些就不用多说了 我们喊三声加油 这段影片的程度就够了 来我们一起哦 三 二 一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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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老师好 我是Jessica 来自信义区松人路 在我表演之前 先让我置入一下 生灵之王 参赛者Jessica 福化赞助由Anna 3 独家冠名提供 幸运色紫色 由唐启阳清点 您正在收看的是 生灵之王 好 释放你心中的野兽 许佳寅独创美学风格 Jessica You're the best 我要开始我的演出 今天九围的生灵之王 终于迎来第三季 首场实体海选 今在台北原百姓 以A13举办 民间高手 卧虎藏龙 有18岁正妹 杰西卡 演歌双七艺人 继农会之光 Jessica 一起共襄圣举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场最新情形 啊 怎么样 Harlene 有心动吗 Yeah Harlene Don't deny it 哦 还有 还有伟中哥 哦 我们家也是 郑村出身啊 我从小就在那个 仁爱二村 巷子口 买杠子头 皮薄现多 滋味好 老乡见老乡 两眼泪汪汪 为大家带来一首 我的自创曲 《神奇黑马》 我心骗欧美呀 贵无关 啊 什么 抄袭 没有没有 只是巧合啦 吴松仙不要指控我 下台了 日本不是这样写的啊 Mandy 怎么会这样 The world is not ready for you Jessica This is the fate of saviors No matter what happens I still think you're the best singer No cap Jessica 一来就是 因为他们已经做足功课的 机会都要给准备好的人 他们就不是那个紧张的人了 是的 Mandy 也准备好她的应援小物了 嗯 是什么呢 偶像旗帜 偶像应援旗 好我们打开来看一下 上面写的是什么呢 农会之光 Jessica 赞赞赞 其实是不是很棒 我觉得她深深的了解到 台湾所有这些 需要加油的场合的精髓 是不是 任何事情我们都要以赞赞赞结尾 对啊 比方说林洋沛 他们光荣返国 对 机场我们要建了一个大合照 不晓得怎么喊东西 我们先喊个赞赞赞 所以这个农会赞助的部分呢 看来不算是赞助啦 只是说Mandy这个人 算是蛮节俭的 就是那个废物利用啊 好 这样比较省钱 这算是一招 这个高招对不对 没错 现在我们讲求的 就是要人设 这个人设 如果我是台湾的 How dare you 这样的人设 太棒了 对不对 通常这个时候 如果你在台上参加比赛 台下拿出灯牌 台下拿出应援旗 台下喊得很大声 这个评审就醒过来了嘛 就有压力 给他很糟糕的讲评 回去网路上 马上粉丝攻击 黑掉 没错 有人cancel的这样 我还连接到之前教的耶 嗯 不错吧 吉一本三 Jessica就说啦 好 唱什么不重要的 还有这个剧本 剧本通常是怎么演 我们要请小布来 为我们这个专业剖析一下 选秀节目的剧本 是怎么操作的呢 我觉得讲的超级无敌专业 他就说 通常呢 这个套路就是 一开始要冒不起眼 对不对 然后最后一开口的时候呢 就惊为天人 没错 这时候才有反差感嘛 对 一开始 在上场前 大家就在那边嘲笑 你又特别补拍几个那个 其他参赛选手 面面相去 的那个表情 总而他来这边干嘛啊 表情拍好了 表情包够了 可以剪进去了 对 接下来 好 在大家不看好的情况下 大家上台了 嗯 一开口 I dream a dream I can't go home 有没有 苏珊大神就是这样走红的啦 是 对 好 小胖你也可以说 算是走这个路线嘛 对不对 接下来或者是走另外 也很接近的 就是出声含围 曾经误入歧途 白天送Uber E 晚上在西门町卖艺 为了加紧 努力打拼 好 然后你还可以 说不定得到一个 称号叫外送歌 对啊 好 大家就知道 记得你了 现在洗心革面 靠这个节目 你要唱出 你这种忏悔的心声 就打动人心了 所以Jessica 是一个热爱唱歌的 18岁少女 这个部分呢 我们还要特别 补上一句是什么呢 谎暴年龄 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哦 是哟 也是必备的套路之一哟 宗伟哥 我替我们示范过了嘛 喂 不好意思惹宗伟哥 因为宗伟哥脾气 好像不太好 好 接下来 所以他就说 这个 这时候 Mendy就称职的 要当好 她的什么 她的好闺蜜 访问影片 一定要有的 就是要访问 参赛者的亲朋好友 要替她 大力推荐嘛 所以Mendy的推荐词 是怎么样 她说她觉得 她是一个 最勤奋努力的女孩呢 就是她为了 要拿到赡养费 既然自己打自己巴掌 假装家暴哦 你看 没有找得到 像她这么样子 勤奋的这样的女孩了 好 而且呢 她老公甚至 还不是Johnny Depp哦 你看 她就为了她 钱可能也没有多少 都愿意这么样 牺牲奉献 Jessica听到 讲了太多 too much information 好不容易 见到起来的 这个好形象 好像要被朋友 毁于一旦了 赶快赶快 喊三声加油 影片程度就够了 好 接下来 Jessica终于上台了 在表演之前呢 还要先置入哦 你看全秀节目的套路 第三点 要有置入嘛 对不对 哪个节目没有置入呢 浮化赞助 Anna Sweet Anna Sweet 独家冠名 为什么是Anna Sweet呢 这其实是有背后的理由的 因为她幸运色紫色啊 刚刚不是有讲 对 唐启阳清典的幸运色紫色 Anna Sweet 所以当然 由她来冠名 才能够旺旺旺嘛 好 你看我们这个 找 业配找赞助 都是很符合 我们需要的 您正在收看的是 圣灵之王 然后就来一身 狮吼宫 释放心中的野兽 为什么要突然来一个这个台词呢 要契合 我们LaLa许的独创美学风格哦 所以相信LaLa听到 释放心中的野兽 她心中的美学开关 就被打开了 对 我曾经在刚说到的时候 在百度百课上面说过 我的这个美学好像是野兽风 她会感到些许的怀念 好像是怎样了 自己都不确定哦 徐佳寅为什么要给华人这个世纪之谜啊 所以这个Jessica要开始演出咯 她的演出没有呢 她竟然不是以歌声开始 是以什么开始呢 是以一段新闻的播报开始 为什么要突然这样子 报道这个现场的情形呢 当然一样嘛 我们要投其所好 刚才LaLa的部分已经交代完毕了 现在该到谁了 该到我们的哈琳了 哈琳相信她听到这样熟悉的新闻播报 当初爱上她 可能就是在节目上打开明示新闻台 看到她留意的播报 就因此爱上她了 你看看 所以这个部分 想必也是有挑起她 爱描资长的时候 老师都已经解决了 现在只剩制作人了 制作人大魔王BOSS要出来了 对 好 讲到伪中哥 怎么办呢 好 当然是一开始要怎么样 套我们眷村的交情嘛 对不对 是 好 所以仁爱二村巷子口 卖杠子头 你不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到底什么是杠子头 小布现在不知道杠子头 我很惊讶耶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说你身为老涛 你不是应该知道 大江南北的一些美食之类的吗 这个有点 这可能有点太当地了 我真的没办法 告诉大家什么叫做这个杠子头呢 杠子头这个东西呢 它其实就是北方传统的干粮 做法就是面粉加水 揉成团 我想应该是没有什么蟹吧 对 所以后面她说 皮薄陷多 你知道 就是因为后面这句让我很困惑你知道吗 因为你讲刚才我大概能猜到是什么东西 但是 你又加了后面那句我就觉得很疑惑你知道 我想说所以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皮薄陷多 滋味好 食在好吃耶 嫂子奶饺子 看来嫂子现在 尖卖一个杠子头也可以嘛 对不对 你到底从哪里学来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其实曾经梦想一天想要加入伟中帮吧 我想 第八仙女 对啊 所以你有想要加入伟中帮过哦 我觉得我蛮适合的啊 蛮适合 对啊 七仙女很多都是烂鱼冲术啊 我这个第八个不成问题吧 自创曲要来了 新骑黑妹 黑妹哦 不是白哦 人家过 三关啦 过几关 我们都过两关啦 就进到决赛了 三关可能还不够 三关可能还在那个快歌挑战赛的时候就被淘汰了嘛 所以他是升旗黑马过五关 抄袭的部分都是巧合啦 吴宗献不要来指控我哦 这个时候竟然就被赶下台了 看来这三个KO的部分 没有得到他们的欢心 想也知道没有啊 真的吗 我觉得我们都很投其所好啊 但是没有 哪里投其所好 看来这个我们功课要做好 可能功课有时候做了太多了 对 反而你想的太多了 对 对 那个反而那个就是失去了原本爱唱歌的初衷 最后Mandy还是给她一个最后的鼓励 你太前卫了 这世界还没有准备好迎接你 救世主的命运一开始 你看耶稣一开始 到这个世界上 她也是要背十字架的 对 这就是Jessica的原罪了 什么原罪 对啊 你还要被人家 我们还是可以当那个森林之王 第一个红的那个人啊 对不对 还是有机会的 因为你说第三届没有人会红是吗 你已经铁口直断了吗 没有啦 可是我的确是觉得有一些怎么讲 良幼不齐 你知道吗 哦 比如说有些入围什么金曲奖 你还来比 那我就想说 啊你不是入围你还来这边 就是你知道 啊是哦 还有入围金曲 有一点怎么讲 真的还假的 就是太虐菜了 你懂吗 虐菜啦 翻恐 我想看选秀 我就是想要看到 刚才那个剧本啊 帽要起眼 我还是要讲帽还是要起眼 嗯 但是你就是素人 然后一开口精为天人 你要很素的那一种 你要很 很纯路人的那一种就对了 那感觉才好啊 可是现在森林就很容易就 他就是邀各方的那个啊 练习生啊 哦 都是已经我们经纪公司的人 在那边要洗那个洗人气 对对对对 可是我觉得现在选秀 好像都是这样啊 嗯 我还是怀念星光大道的时候 你看佑嘉 对不对 对套路都是之后 大家开始慢慢 要摸索出来的 就变成现在这个 这副德行 好的 所以这次我们的 青润腾解心语 好 就到这个地方 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我们叫这两个 实用的英文 好 第一个是什么字呢 小布 stan stan s-t-a-n stan 就是铁粉的意思啦 好 铁粉 好 非常忠实的 对的 接下来下一个 叫做是no cap no cap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不骗你 不盖你的 到这个世界镜头 感觉Mandy都还会是 Jessica的stan no cap right 我也觉得 这个部分 突然起点点心虚 对啊 好像是黑粉吧 我觉得 有没有 真粉 真爱粉 其实都是黑粉 跟你讲 对啊 因为他们其实观察很细微耶 所以像我平常 小布就知道了嘛 我是这么的热爱 徐佳穎 是 我觉得 才会这样 你就是标准的 他的黑粉 我不得不说 你就是标准黑粉 从他刚在 星光弹道开始出来的时候 你就在黑他 你知道吗 太可怕 可是大家如果真的 没有看过的话 我真的很推荐 你要去 Google一下 徐佳穎 星光三 决赛 唱跳歌手 真的是 华语唱跳歌手 他如果喊第二 没有人敢喊第一 大家去看看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今天 我们的情人前解心欲 就到这个地方 要结束啦 那一样还是要请大家 持续锁定我们节目 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的话 要做什么事情呢 小布 点赞 Follow 订阅 分享出去 告诉大家 让大家告诉大家 我们实在是没有钱 可以下广告了 既然广告的出击率 也好低哦 对不对 要告诉大家 只能靠口耳相传了 是的 好 所以你就是我们那个 能够帮助我们 省下广告心扉的 王小姐 就是你了 而且如果你有认真 跟我们宣传 我绝对是会在那个 粉砖啊 限动啊 大力赞扬你 这样的一个 功德 功德 光明灯 不用点了 直接在这边 我们就把你散男性女 全部写上去 我把女力 长生排位了 Jessica 已经是救世主 我们这个形象 已经立好了嘛 节目的最后 还是要送上给你一首歌曲哦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BJ Will Banks的 Healing My Blues 好的 所以这一次的 情人陈姐新日 到地方结束啦 那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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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remember when we first met baby we were both singing the blues felt something there we were scared to lose and every time i heard the phone ringing darling i always prayed it was you it's nothing sweeter than the sound of your voice coming through and that's when my heart builds baby that's when the feeling is true that's when the love starts healing love starts healing my blues anytime i'm not myself baby you stand beside me so true there's nothing stronger than the love that i feel for you oh now i remember when our hearts weren't something we were afraid to lose i remember how it felt so brand new oh that's when my heart builds baby that's when the feeling is true that's when the love starts healing love starts healing my blues oh babe i know you're feeling i know you feel it too oh babe i know you're feeling i know you feel it too now there's no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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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can do oh baby that's when my heart builds darling that's when the feeling is true that's when your love starts healing love starts healing that's when my soul i'm on beating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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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s when your love starts healing love starts healing my blues start healing my blues start healing my blues start healing my blues here you out of the